字幕提供 以陰陽粥的形態分析 在後市都很受歡迎 先講解一下比較常見的 陰陽粥單獨形態 什麼是大陽粥呢? 大陽粥是指 陰陽粥圖表裡實體 竹身較長的陽粥 標準形態是沒有上下影線 即是沒有手沒有腳 就算有都很短 大是指陸身比一般 長很多好像一枝長棒 大陽粥代表 股價以接近全日低位開市 最終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反映市場買盤積極 屬於利好信號 如果大陽粥出現在上升趨勢裡 通常如是上升趨勢將會延續下去 相反 如果大陽粥出現在下跌趨勢裡 那就反映下跌趨勢 有機會會逆轉 而大陽粥的中間點和低位 會被視為股價的支持位 在應用上 如果股價增持多時之後 以大陽粥突破阻力線 或者移動平均線的話 突破信號的有效性將會增強 如果再獲得大成交配合 威力就更加強勁了 投資者可以順勢追貨 捕捉後續的可觀聲夫 那什麼是大陰粥呢? 大陰粥是指陰陽粥圖表裡 竹身較長的陰粥 標準形態是沒有上下影線 即是沒有手沒有腳 就算有都很短 大是指竹身比一般竹身長很多 好像一支長棒一樣 大陰粥代表股價以接近全日高位開市 最喜歡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反映市場沽盤強勁 屬於利淡訊號 如果大陰粥出現在下跌趨勢裡 通常預視下跌趨勢將會延續下去 相反 如果大陰粥出現在上升趨勢裡 即是反映上升趨勢有機會會逆轉 而大陰粥的中間點和高位 會被視為股價的阻力位 在應用上 如果股價在整股多時之後 以大陰粥跌穿支持線或移動平均線的話 跌穿訊號的有效性將會增強 有貨的投資者適合先行沽貨迴避 沒有貨的就不要入市了